当个代用回圈叙述,最重要的是就是for回圈 这时候还有个画回圈 画回圈跟for回圈最大的差别 for回圈基本上是有范围的 类似后面会配合一个runge 画回圈的话,后面就不是一个范围,而是一个条件 有点像逻辑判断 就是当它为... 画了后面,如果后面的条件为true的时候,它就做 如果为force的话,那就不做 大概是这样子 OK 所以,如果假设你那个资料 他通常你不确定说他到底跑到哪边,应该停止的话 那通常会用快回圈 反之用for回圈 不过,你们刚刚有看到了 for回圈其实也可以在里面加一个逻辑判断 比如你不确定,你也可以 if 多少 break 掉也OK 所以其实跟各位讲,你用for回圈,用快回,没有一定 反正看个人习惯 所以有的人习惯用for回圈,反正一个for回圈通用到底,对不对? 其实老实说,应该也没问题 然后呢,只是说成是会多写几行 因为你放回圈,后面就是加罗级判断 那你为什么不就这样就用就好了? 你还就是写一个for回圈,然后在里面加一符 那这样不是有点相对比较啰嗦 OK 好了,反正至于怎么写比较好,我想你们先开始先了解 再来的话,就去思考一下 理论上像这个绝对神马表,放回圈跑得出来 放回圈一样也跑得出来 所以待会的话呢,我也会把之前写过的东西 因为这样的话,我愿意写一遍啦 让大家知道,比较一下两个有什么差异 你会看到,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好像两边好像都可以写 这是哪个比较适合的意思一样 就像工具一样,你如果长距离的话 就没有,一定要骑义乎败吧 就是距离远的话,你可能会用其他方式 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马表 那我们希望修出的结果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前面基本上呢,我的理解就是哪一列? 然后后面的话呢,后面这个数字呢,就哪一燃? 那我的习惯是,因为需要两个回圈 而且需要两个变数 那我的变数习惯上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是燃的话,我希望用追 那如果是列的话,我希望用i 这个是个人的变数的习惯用法 OK,但如果你不是这样,你也可以改,没关系啦 没关系习惯用 因为我也曾经看过,有的书像写刚好颠倒 那我拿到那个程式,我第一个把它改成我习惯的写法 不然我会觉得,哇!每次好像还要再去转一个弯 我刚才真的太累了,干脆我 所以有的时候甚至我看到别人的程式 我刚才重写算了 因为你看完之后,才是完全不相容 因为他想的真的完全跟你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改成自己写出来,好顺喔 反而你越是要背,他那个写的东西 反而你会觉得很累 OK,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怎么理解 然后怎么把理解的结果,把它转换成一个程式 那就是要怎么写,比较OK 我的习惯是第一个 不管在复杂的程式,我一律拆解 那如果要拆解,第一个我先输出 这边总共有九列嘛 那我的逻辑是,我只要先输出第一列 再输出其他列 就OK了 那怎么说,也就是说 你假设我现在先处理是 这个1乘1到1乘9 就OK了 那step2的话,再去处理底下 那这个做,首先第一个 一样呢,我们先开一个这个 空白的那个 这个模组 OK,把它放大一下 那首先的话呢 那我们需要的结果 就是类似这样 1乘以1嘛 所以你在看前面的数字 没有变 会变的话,是后面这个数字 有没有 1,2,3,一直到9 那相乘结果的话,一样 这个前面,反正就是把这两个相乘 所以我的写法这样 那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我个人的习惯是 后面这个数字是蓝的话 那我用追 追的变数 所以我们写的就是这样 for 所以你这边的话 for 3 in range OK 所以刚刚一样 in range range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那个范围又需要一个清单 那清单一样是1到9 所以我们一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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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到十平下来,它会输入9 如果你9的话,就1到8 然后后面逗点1 当然你可以不要输了 你觉得这个都 一定是1的话,那就不要输入 那end 之后我们有清单 然后有个trader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考虑什么? 考虑输出的那个东西是1乘 1乘是固定的 所以输出,那一定是个文字 所以双引号 1乘的话,用x来代替 那后面的话呢,因为我们要串一个 1乘1 所以就串,所以就加 加上那个追 可是追的话,它是一个数字 它要跟前面的文字串的话,一定要加str str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加个追 然后再等候 1乘1等于 所以等于,然后再加 加上什么?一个等于 所以加个等候 等于最后的结果,那就1乘上追 那一样 不要跟前面串,所以一样加 那加一样要转型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在python 里面 就是要必须转型 如果你不转型,会出错 OK 那再来的话,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把它print出去 所以前面再把它print出去 然后print这个结果嘛 但是会有衍生另外,我们直接先实行给各位看 理论上这边出现的结果,好像已经接近了 但问题,它就变成,因为print本身 我前面讲过 它 会加换航 就跟之前BMI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 就是 把它去掉 有没有 还有一点 尾巴这边,可能要加一个tape 那加tape的话,还记得吧?在拖曳资源里面 反斜线N是换航 还记得吧,拖曳资源里面 如果你要是tape的话,是反斜线7 反斜线7的话呢,它就会帮你输出一个tape OK,tape应该知道了 就是 其实是table键 早期在那个什么,很久很久以前那个d base里面 它就是用这个当表格的分栏的一个符号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现在都用豆点比较多了 因为现在应该,连bbs应该都没人听过了 如果有听过的话,表示你应该产之声了 OK 所以有听过了吗? 好像只有我知道 就像那个,以色尔之前是Lotus 就是以色尔之前 在三四几年前呢,它是 本来是Lotus-123 在DOS的环境底下 然后后来,因为以色尔出来,它Windows比较厉害 所以慢慢Lotus-123也没有用了 OK 所以如果你知道Lotus-123的话,那表示你也很资深的 好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它推出了,我们来试 最后尾巴把那个换行拿掉 记得吧,豆点 叫什么? end 等于两个双引号 意思就是把尾巴的换行,把它去掉的意思 OK 那这样的话把它推出了 理论上呢 应该看到的结果 就会长这样,有没有? 1乘上1等于1 然后一个tab 在1乘2等于2 一直到1乘9等于9 OK的 所以我们已经step1就达标 再来的话是step2 step2是什么呢? 其实再来,就是把什么呢?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前面这个呢? 1 把它换一个变数 因为它不是用于1 它会变2、变3、变4 所以下一个阶段就是说,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1改成R1就可以了 所以,变成要在这个回圈外面 再加一个外回圈 也就是先让它产生1 然后跑1到9 再回到它的外回圈之后,它变2 2再乘1等于2 再到2 一样是2到乘上9等于8 有没有?就是 就是后面这一行 OK 这个 也就是这个,它怎么再加一个外回圈?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先OK 待会我们再来看外回圈的方式 OK 那这个 两行程式不多 尽量自己打打看 如果你假设出错 其实云端 就讲义里面应该有 云端白板第三个单元里面 在第三页这边有一模一样的 Forture in range 刮虎1 斗点10 冒号 Print 刮虎这些 OK 我刚刚只是把那个过程把它打出来 其实很多东西不用死背 如果你理解的话 照着打就OK了 当然有些规则可能要剃 像是尾巴的换行拿掉 斗点1 斗等于空 这个可能 或者说怀哨稍微剃一下